永家真刀锅讲得好 梦里明明有六曲 这是一场梦啊 你说梦是不是真的 我们晓得梦不是真的 佛在金刚经上比喻 梦欢泡烟 这四样都不是真的 梦不是真的 幻也不是真的 泡是水泡也不是真的 但是你要不觉呢 它起作用 作用是什么 作用是烦恼 作用是忘念 你不觉悟 你的忘念永远不会断 前念灭后念生 这叫无名 忘念 引伐 我意 我意 感到三途 六道的悟苦 那么由此可知 觉悟重要啊 佛 借淫众生 无比的恩德 教化众生 这里面 这里面第一德 就是光照啊 我们今天讲啊 一个原质 原善 啊 圆满的 圆满的 善 这个氛围 变发 皆 虚空 我们这里有没有 有啊 为什么 我们没有感觉 我们没有感觉 是自己的业障 太重 啊 业障 稍微 轻一些 你就感觉到了 啊 我们跟一个 有得心 有修养 啊 有学问的大德 我过去跟三个老师 我都 很容易感受到 啊 他们的氛围好啊 就是一句话不说 我们也喜欢在他 房子里面都坐几分钟 啊 感受 这个气氛 啊 这个气氛就是此地将的 毛光 变照啊 啊 啊 在这个气氛里面 有安全感 啊 自己没有恐怖 没有疑虑 没有污蔑 啊 感觉的非常 美好 非常 舒畅 啊 能有这种感觉呢 亲近 这些人 得利益了 又不一样了 啊 这个离 很深 四 很密 这个密是深密 不是密 啊 那佛菩萨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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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老师 啊 教很多学生 啊 为什么真正 接受老师 教会 而有陈旧 而有陈旧 啊 出人头地的人 非常非常 欣赏 自古至尽的 这从前 李老师告诉我 十十多多 老师 教了一声 不能说没有功德 啊 一个究无的都没有 这就是所谓的 佛独 有有缘人 啊 什么人是有缘人呢 烦恼亲的人 是有缘人 烦恼吸气很重的人 虽然老师天天热心叫他 没听进去 听不懂 啊 学生很多 哎 有几个听懂 有一些听不懂 这个问题 不在老师了 在学生了 学生账 有后拨 啊 那个业障亲的 就是业障拨 他听得懂 他能吸收 他能领悟 业障重的呢 听不懂 啊 有很多 很严重的 不但听不懂啊 听了之后 他还怀疑 这老师有没有讲错 真正 心地纯净纯善 老师也没讲错 没有 不但老师 没讲错 所有一切众生 他的思想行为 都没错 无意不是 纯净纯善 这个要什么人能看得出来 善财同子 善财同子 眼目当中 尚从祝福如来 下到阿贝地日 没有一个不是善知识 没有一个不是善友 那是什么 自己的分别执着通通放下 你才发现这个世界 人人是好人 四四是好四 啊 为什么 他没有分别 他没有执着 真好啊 有分别有执着 就有善悟 就有是非啊 没有善悟了 没有是非了 没有邪正 才叫纯善 才叫纯净 那个是真相 四是真相 叫一真发解 还有善悟 就是你还有分别 你心还会被外面境界转 你有执着 没有执着 不受外境影响 但是有分别 那个人是阿鲁汉 阿鲁汉有分别 没有执着 菩萨还有执着 还有妄想 没有分别 善财同子 为我们实现的菩萨境界 菩萨硬化世界 是自自然然用忠 不是他想 哎呀 两边不拙 我来用忠道 那还是分别执着 那不是真菩萨 假菩萨 那为什么呢 他还是受外面境界 环境的影响 稍稍我们家头脑清醒一点 能理解 所以真功夫 再放下 我们进入大尘 佛法的氛围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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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